人家小船 鱼鹰捕鱼 神奇的捕鱼方式 一千三百多年历史 古老而传统 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与情感 敬请收看神奇的村庄之鱼鹰捕鱼 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神奇的村庄系列节目 鱼鹰捕鱼是一种有着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捕鱼方式 古老而神秘 在许多地方已经濒临消失了 但是在鱼米之乡 江苏省宝应县的传闸村 依然有鱼民以这种方式捕鱼生活 那么这种鱼鹰捕鱼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我现在在江苏省的宝应县 这里依然保持着古老的捕鱼方式 这种捕鱼方式生息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 走 啊 今年67岁的卢勤勇和另外两个同伴 十几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训养一英不语了 他们家几代人都靠这一行道来维持生计 那鱼鹰捕鱼的神奇之处究竟在哪里呢 每次捕鱼切都要保这个身子是吧 对 牧师把这个身子是干什么呢 需要以后就把它切 打的就 没吧 是活套吗 原来绑水草才是鱼鹰捕鱼的关键 那绑水草有什么技巧呢 老卢说了水草不能绑得太紧 太紧是围着鱼鹰 但也不能太松 以免它们偷吃 鱼鹰 学名叫卢瓷 在南方也做水老鸭 身形像鸭子 黑色羽毛泛着绿光 嘴尖而长 是捕鱼的有力武器 指尖有浦相眼 有着高超的潜水能力 鱼鹰捕鱼的关键是它喉咙底下有一个皮囊 捕当鱼就可以存在里面 当鱼鹰浮出水面 老卢它们就伸出竹竿 把鱼鹰挑上船 把鱼从脖子里挤出来 捕当鱼的鱼鹰 老卢会奖赏给它们小鱼吃 鱼鹰毕竟是动物 它怎么就能乖乖地听老卢它们的话 下水捕鱼呢 这也是信仰的结果 你看 持着老卢和同伴的吆喝 用竹鲎有节奏地敲打水面 一只只鱼鹰开始下水了 而一到水下 鱼鹰就显现出它渔猎的天性 两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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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卢他们驾驶的小船上 每条船大约有十来只羽营 老卢是怎么管他们的呢 老卢说了 在动物的世界里有他们自己的规则 有腿 有的一只好的 能一手都差的 得不到一只好的 这个有 有好有臭 你看不起来 一只头鹰一天能补几十斤鱼 而一只差的 有时一天连一条鱼也抓不上来 老卢说 训练过的鱼鹰都是亲从命令 服从指挥的 就连他们在船上站的位置 都是有讲究的 站在船头的只能站在船头 站在船尾的只能在船尾 这样为错误就会引发武斗哦 从鱼鹰的身形来看 五个几斤斤的鱼根本没问题 但是要是碰到大鱼呢 老卢说 鱼鹰善于集体协同作战 一遇到大鱼 它们会群起追攻 这些地区比较大啊 这些鱼 什么鱼 这市场价一斤断钱啊 一般的火铁四十 火铁四十 四十呢 这刚让了这个卢丝给咬死了是吧 还没死 到晚才就会死 这有几斤 听老卢说 最神奇的是 鱼鹰还会罢工呢 这怎么可能呢 老卢说了 鱼鹰每次下水捕鱼 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一天呢不能超过三次 鱼鹰啊可以清楚的记得 自己捕了几条鱼 当他捕到第七条鱼时 就不再认真干活了 开始像孩子似的 在水中嬉戏 您看 这会儿雕上来的都是些街杆塑料袋之类的 这时 老卢他们会把鱼鹰脖子上的绳子放松 让他们在水中休息休息 吃吃神 中午十二点多 老卢他们也该吃午饭了 老卢和同伴把鱼鹰拉上船 靠岸休息 一不留神 一只不惊化的鱼鹰 开始偷吃船上的鱼了 老卢的手被那只不服从管轿的鱼鹰啄出了血 他有些生气 平常被捉吗 这刚才出血了吧 这边也出血了 这个没事 没事是吧 他还是认识你 捉得轻 看你个动作回来 我撩一个再去 来 你看 一只鱼鹰最少能活二十年 船上有的鱼鹰都跟老卢十几年了 用老卢的话说 就是块石头也污热了 最厉害的 没有鱼鹰 先捕上来 刚准备休息一会儿 岸边就来了买鱼的 卖驴的钱 他们三个人平分 一只鱼鹰 今天我们把东西好开 我们因为当车他就卖了 当车他就卖了 已经卖了 鱼鹰最大能补多大的个儿呢 十几斤的 十几斤的 二十几斤的也能补 这个算小吧 今天要动的 这个挺的 弄的 我们拍摄时正好晚上快过端午节 老罗同伴从家里带来了粽子 平时他们中午带的干粮就是馒头或者是干饼子 那这样补育能维持你生计吗 维持生活能维持了吗 一般是几点收班啊 三点 中午休息一个小时 下午老罗他们还要再补两个小时 无论是单兵出击还是协同作战 鱼鹰让我们见识了捕鱼的高潮记忆 如今当地曾经上百人的鱼鹰捕鱼队 只剩下了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在坚守 为什么这种古老传统的捕鱼方式越来越少了 老罗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下午两点 老罗和同伴又赶着鱼鹰下水捕鱼了 也许是中午吃了点小鱼 鱼下午显然没有上午卖力 老罗说 现代的捕鱼技术给他们这个古老的航道带来了冲击 老罗和同伴告诉我们 宝印县靠鱼鹰捕鱼的曾经有上百人 如今只剩下他们三位老人坚守着鱼鹰捕鱼这个古老的航道 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67岁 最小的有62岁 我们家里他们知道的都有20多条鱼十几条鱼还有啊 但我们宝印还几十条鱼 现在就没有了 每人搞了就弄一万多块钱不高兴了 因为我们老头子自己搞的生活费嘛 甚至给儿子要钱 是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宝印县还有上百条像他们这样的捕鱼船 那时鱼也多 一天能捕到上百斤鱼 现在只剩下他们三个人还在坚守 儿子以前挣钱太少 我也从世纪扛的 几代人传下来的记忆 眼看就要在他们手中失传 几位老人用鱼鹰捕鱼也有过辉煌的过去 一年吧 我们在河里搞一只大鱼 四十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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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非常高兴 如今这样大的鱼很难再捕着了 每天只能捕到一些小鱼 鱼越来越少 有些河道还被围网围了起来 老卢他们每天只能换的地方去捕 下午三点钟 老卢他们把鱼鹰绑在船上 要结束一天的工作了 哇 真厉害 他们还要把捕上来的鱼尽快卖掉 要不然鱼死掉就卖不出去了 今天还不错 捕到了四十多斤鱼 由于捕鱼的地方离家有十几公里 老卢他们每天还要坐公交车 这样每天每人的车费就得六块钱 由于是刚捕上来的鱼 在车上就有乘客买了 这一堆大鱼 你看 这么大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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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这里 太精准了 他们的鱼都给弄了 那么大鱼 二十多分钟后,老龙他们来到平时卖鱼的地方 除了留给自己吃的鱼和家里的小鱼英吃的小鱼外 今天老龙他们的收入还不错 并不是每天都有这么好的收入 老龙说,有时他们每天才收入十几月 那老龙他们是如何去养鱼英的呢 在62岁的范之堡中,我们发现了小鱼英 老龙说,他家自己孵小鱼英 等养到三个月大,就可以带到船上学习捕鱼了 由于繁殖小鱼英成本太高 现在老龙和另一个同伴,范进你家,都不再繁殖小鱼英了 提起自己家的鱼英,范之堡有些自豪 因为他们家的鱼英生性凶猛 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渔民都来他们家买 面对即将退出的这一行当,范之堡有些伤感 因为有的鱼英跟随他已经十几年了 习惯了捕鱼的生活,老龙现在依然住在船上 其他人都住进了岸上的新房 船上有些狭小,但设施很齐全 晚饭是鱼和小龙家 烧着柴火,穿上有些闷热 老龙的儿子外出打工,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 并且几次劝老龙上岸,不要再补鱼 但老龙还是舍不下这一生同事的行动 一会儿功夫,老龙的老伴就把鱼做好了 老龙喊了两个同伴,想听听他们的想法 去年就有一人退出 如果他们三人当中再有人退出的话 鱼英捕鱼也只好做罢了 因为鱼英捕鱼靠鱼英集体为捕 再少一串鱼英,就意味着另外两个人也再也无法坚守 三个人最终达成一致 再坚持一年,以后再多打 第二天一早,老龙和同伴赶的鱼英 又准时出现在了河面 鱼英捕鱼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渔民们和他们的鱼英风雨与共,艰辛相扶,共同分享收获的喜悦 这也是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 以这种传统方式维持生计的人越来越少了 随着老龙等一代渔民的老趣 鱼英捕鱼也将淡出人们的实现 我们希望当地能够对这种延续了1300多年古老的记忆 加以保护和传承 不要让渔州畅晚成为江南水乡记忆中的风景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今天我们讲收视问题是 达队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你还可以通过CNTV7家农业网站 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信息 是或567和你在一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白蛇、黄蛇、美女蛇 让人眼花缭乱 一百万元一条的蛇 让人瞠目结舌 这一百万啊 给我了算啊 一百零八户村民 三百万条蛇 记者揭开第一蛇村的神秘面纱 神奇的村庄系列节目之 人蛇共舞 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